刚才穿了厚衣服啊,现在好一点啊,因为现在到了下午了,有点凉了,都打喷嚏了 旧金山这边就是,一到下午呢,马上这个温度就下来啊,就是比较凉爽 这边这个楼是一个,其实美国这边的好多楼其实都不是太齐眼啊 这边这个楼写的是,马萨光管理研究生院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什么管理学院啊,什么,这应该是硕士研究生住的商业,学商业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个一个楼啊 就是学管理,学商业方面的楼啊 这边是,弄的这个水泥砖啊,这个树很大啊,这个树 一个古树啊,非常大的一个树 对吧,这边都已经成为古树级别的了,这边 好多年了,这边 这边 是通的吗 Stand apart for fire department 站在的管,什么意思 这边不通,此路不通 然后这边就是街区了,这边 所以现在看,这个灯还亮着呢,白天 所以现在看这个,学校好像,我感觉好像并不是特别大啊 但是,校园环境非常好啊 你看像这么一块地方都弄上草坪 都挺不错的 然后这边有竹子啊 然后也有专门的残疾人的通道啊 这边弄了一个小凳子啊,可以坐啊,这样的 这个竹子长得还挺不错啊 这种比较粗长的竹子 这边是,算是竹林,对吧 竹林七弦 竹子 咱们,包粽子那个叶,是不是这个竹子叶啊 对吧 但是这个特别小啊,只能包小粽子 这个 商学院,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是两个狐狸 好像是抬了什么东西 抬了一个包 这个竹子很大 这个 很大的一个竹子 一只竹子出墙来啊 长到外边来了 上面长的是什么叶啊 这种黄颜色的这个叶 这个竹子长得很高啊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地看这么粗的竹子吗 在深圳我也看过竹子,好像是 竹子很结实的 然后这个 这个尖尖的不是竹笋吧,我对这不懂啊 尖尖的 不太懂 这种的 这里面也有竹子,这里面有大竹子,没有蛇吧 它这个叶子,这种黄色的是竹子的叶子吗 不是,竹子皮儿啊 竹子的包皮儿 哈哈哈哈 这词 这么别扭呢 竹林啊 走了走了 然后这边是这样的红叶啊 也没到秋天啊,怎么有红叶了 竹叶嘛 对吧 竹叶本来就这颜色吗 应该是春天啊,怎么有红叶了 就是品种吧 这树 看这个学校基本上见不到太多人啊 这个是学校的科技服务车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信息技术服务 然后这个是 它的紧急医疗回应车 有人 需要 送医院啊什么的 是不是意思吧 这边是一个什么小房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修 自行车的地方 对这个看到了 这个你看是 打车气的这个气泵啊 这个可以 给自行车 打车气 然后呢 这边的 啊 这个是打气的 对吧 是吧 是这意思吧 这是气管子的棒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是气压表啊 就是 可以根据它 来看 它这个气压是多高 然后这个是螺丝刀 绑的上边 还有这种各种撬棍啊 各种工具啊 这种都有啊 对 这个设计的还不错啊 这个 自行车可以卡在上面修啊 这个不错 这种设设计 这种设计 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也可以搞一些啊 这样的有 有没有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国内没见过啊 比如说搞一下这样的设施放在路边 大家谁修自行车可以随时修一下 打气什么的 这边是土堆 是花土吧 这边是什么 这都不太知道了 这边就去街道了 通往街道了 啊 这个是接的什么果 这个树 小的这样的果 像山楂一样 这样的果 然后这个树的树干 有这个斑驳的树皮 这个树皮好像都剥皮了 皮都掉下来了啊 这样的 那边是 对那边是许校那个教堂这样的 有一个人在这 看手机 然后这边呢是 白色的花 兰花吗 开的兰花啊 真漂亮啊 静静山这边 看到好多比较 漂亮的花 植被还是挺挺好的 我从这边走吧 不要打搅那位先生了 打搅一下 打搅一下吧 打搅一下呗 打搅一下呗 这走一下 这个是什么花 这种大白的花啊 嗯 他这个花瓣特别大 花瓣 对吧 软软的 薄薄的 也很大 然后他这个叶子是这种的 是吧 他这个很奇特 他这个花 他这个大白色的花瓣啊 这个很奇特 这个花 这个花我也是第一次 见啊 上边也是 有点像 樱塑花啊 有点 是吧 有点像樱塑 他这个 浆果 这是花枯朵吗 没开的 含苹带放的吗 还是已经开完了 接的果 这个不知道了啊 啊 真的很漂亮啊 看他这个花蕊 黄颜色的很密的花蕊 这边开的是这种 还有这种黄颜色的花 也是蓝花好像是 然后这个多肉植物 开的是这种花啊 这种小的红花 小的红的挺啊 放出来 哇 这个很漂亮 他这个叶本来就像花一样 对不 然后他还开花 看这种小的 这种黄花 这种大的碎 那边是 有人 拎着拉杆香在走 还有这个花啊 对吧 这是一个花蕊的 好像是在看书 这边是 这个树也不错 他这个台阶是这样设计的 Building Closed Kellman Notice Hall 什么什么大厅 都关了啊 都关闭了 这边还有这个小果 结的 挂在这个小果树上 前边是 还有这个树 上面结这个小的 像灯笼果 有一串串的 像这个挂在小灯笼 对不 这边是这个教堂 这个踏楼对吧 然后这边这个花 哇好漂亮 这算粉色吗 这算粉色吗 什么颜色 有这种蓝花对吧 这种 记得在老家有这种 叶的比这个窄 比这个 小叫马莲 一个黑的 这是什么洞洞 马疯子吧 不遮人吧 不遮人吧 离它远点吧 然后还有这样的 小的黄花 小的 碎碎的黄花 听到什么鸟叫了 这种是叫 加州应速吧 这种 它这个 看完花之后 是什么呀 像小帽子一样的 像 小丑戴那个帽子一样 这个形状 看这边 很漂亮啊 这个花 这是什么昆虫 它是 迫不及待的就钻到这里边来采密 看这样的花对吧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这边是它的管道水管的开关吧 这边 这边草坪上边 有一些 学生吧 一些年轻人 不错 不错这个 校园环境 这个草坪让我想起 清华那个大礼堂前面那个草坪 不过那个草坪 不允许踩啊 哇 那个小两口还在那儿端来身体呢 还在那儿端来身体呢 所以你看老美他们白人还是比较注意健身的 各种锻炼啊 这边这个校园大体 就是这么大吗 然后对面还有校区吗 这个 上面接的好多豆豆 啊 这那儿小红豆 是吧 小红豆 都小豆豆 这个树还是比较大 到 正面看看那个 教堂吗 去吗 那时候 去的时候是有一个老头 在那儿拍照 然后我就 没有 没有这个树 没有去影响他 拍照 哇塞 啊这是棕榈树啊 哇塞这真是 很奇特 然后往上看 可以看到 上面的样子啊 棕榈树一个特别巨大的 棕榈树啊 两个特别巨大的棕榈树 然后看他 这个树皮 哇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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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哇塞 现在去 然后这个地上是 那种碎的木头 好像是 把那个 树皮什么的锯盘 弄的这个碎木头 咯咯咯 有个人